美国科技界华人创办的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 7月4号在纽约州中城举行了成立开幕典礼 中城市市长到场祝贺 3 2 1 在剪彩仪式过后 干净世界正式在美国的生日 独立日这天进驻纽约中城 中城市长迪斯特法诺到场祝贺 他赞赏和欢迎干净世界的到来 将为当地带来福祉 干净世界平台集合视频 流媒体和云端科技 为用户呈现无暴力 无色情 无犯罪和纯净优质内容 放飞头脑 四处飞扬朋友们好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上来以后 他会感觉到 他非常地拿到的信息 非常地正面 对他的生活有帮助 给他提供很多便利 然后就是说 让他觉得是个安全的地方 在开幕仪式典礼上 不少华人观众熟悉的 自媒体人也到场表达支持 这个数码世界里面有很多 安占的东西 有很多非常糟糕的负面的能量 其实在人们的身体中积累了很多 那么如果你能够到一个干净的世界里面 让这个干净的能量 但纯正的能量来洗净你的身心的话 那我对于每一个人 对所有的家庭都是一个福音 干净世界还将推出苹果和安卓版的手机APP 而干净世界的英文版也在筹备当中 预计大约一个月后将会面试 感谢观看